母親節快到了 七土區公所特地辦理 113年度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表揚個理及原住民 總共21位模範母親 包括代表基隆市長 謝國良出席的副市長邱佩玲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以及議員張耿輝 蔡旺蓮 曾宜芳 陳明健 區長馮吉安和里長們 除了一起表揚模範母親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媽媽們 至上最高敬意和謝意 特別是副市長邱佩玲 本身就是四個孩子的媽 最能感受母親的辛苦和偉大 幾個你們有害喜 當時懷孕的時候 都害喜 害得一塌糊塗 我當時連 我們議長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 每次我在議長旁邊 都聞到他的香水味 我當時聞到香水味 都會很不舒服的 而事實上我當時都要擦香水 所以從懷孕的開始那一天 就開始不舒服 到最後要生的時候 各位跟我感想是一定要 連翻身都有困難 生完之後 生產的過程 我第一胎是男產 所以我是剖腹產 我痛了三天才生出來 每個人都說 做媽媽的生小孩 是在鬼門關當中走了一圈 非常危險 我當時 要不是現在科技進步 我可以剖腹 我可能現在也不會 站在這裡跟大家說吧 所以可以體諒 媽媽的辛苦跟偉大 激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也感恩母愛的偉大 強調如果沒有愛她 照顧她的媽媽 也就沒有今天的議長童子偉 每一位媽媽都非常的偉大 我們每一個人 也都是我們媽媽培養出來的 無論多辛苦 我想媽媽都很幸福 地照顧每一個小孩 剛剛副次長在講 又讓我想起了 我媽媽真的對我也真的是 無為不至的照顧 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超過9點沒回家 會在樓下等 真的如果沒有媽媽的話 大概也沒有現在的我們 所以母親節 五月是一個非常感恩的月份 所以我們帶著感恩的心情 來跟我們所有最美麗的媽媽們 說一聲感謝 也獻上最高的敬意跟祝福 激動市七堵區113年度 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在七堵國小舉行 激動市副市長邱佩玲 激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鈺 以及議員張耿輝 蔡旺蓮 蓮蓮 曾怡芳 陳明健和里長們 都親自祝賀 獻上祝福 溫馨合照 記者吳俊松 激動報導 教授 譬如同 好